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蔡伟凡老师 那接下来呢,我针对国二的同学啊,我们来做一个复习 说是复习,这有点,可是这有点像是要把第三单元重新上过一次 那这个是一个,第三单元是有关于刑法跟刑法 那我们先从字来看好了,刑法当然是法律啦 从华民国对于刑事案件,犯罪案件处罚的一个法律来源 另外一个叫做刑法,刑法就是用刑来处罚人民的这个意思 叫刑法,第三单元就在讲这件事情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先区分一个东西,一个观念叫做法律分成公法跟司法 其实公法司法的差异就在于说,他刑法像涉及到公权力的都属于公法 那跟公权力有关的,当然一方面刑法是涉及到政府用公权力去处罚人民 所以他当然就是公法了 行政法也是有涉及到处罚 比如说像最近,我们规定出门就要戴上口罩 如果没有戴上口罩的话,就是罚三千元到一万五千元的这个处罚 那像这个就是属于行政上面的一个裁法 既然有涉及到公权力 那行政法当然它也是属于公法的概念 好,那因为有用公权力 所以公权力可以因为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才是很安全 去出手 所以只要涉及公权力的法律都叫做公法 好,那这个是公法的一个定义 那在我们这个单元,刑法与刑法 当然它谈的都是公法的问题 那为什么要用公权力去做一个处罚呢 通常国家有几个用意 第一个用意就是国家有要把 有自己国家文化或者是社会秩序上面的一种 建立的一种习性跟一种惯性 那这种惯性是可以用公权力来进行调整的 这个是一个用意 第二个主要是为了避免 如果今天有人因为犯罪而受害 受害的人 他心中难免会产生气氛感 那气氛感 他在如果没有公权力来协助他去解决这种犯罪被害的一种气氛的话 那他可能会用报复手段来做势力救济 比如说如果一个人被他人侵害了权力 比如说被骂被打或者是被抢劫什么的 这些犯罪的这种侵害 如果国家不能给他一个 一个对犯罪的加害人 给他一个处罚的话 那被害人可能就让我自己来处罚了 所以这种自己的处罚叫做势力救济 所以国家为了避免被害人用报复手段来势力救济 所以他必须要把公权力定得好一点 让被害人没有理由用势力救济的方式去报复 这样子 那为什么国家不愿意去准许这个犯罪被害人去势力救济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势力救济的一种不稳定性 势力救济它具有不稳定性 因为如果是公权力在进行处罚的话 那国家是可以去掌握公权力处罚的一个形态 跟内容跟轻重 那如果今天是由被害人自己用报复手段去势力救济 那个轻重手段 形态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势力救济在一般的国家来讲 势力救济是不被 是因为它不可扣 所以它 国家是不容不允许的 那当然如果今天没有国家的存在 或者是国家没有这种法律的处罚来做背景的话 没有这个东西 那当然那种国家 当然它在法律制度上面是落后的 它犯罪被害人可能就是用自己所想的 报复手段来进行势力救济 就有点像是原始时代 但是你要去有公权力来进行处罚 你必须先透过立法机关来制定 制定出一步刑法来明文规定犯罪行为 那再根据刑法的内容 用刑法规定的公权力去制裁犯罪行为 所以从这个部分的课 前沿这个部分的课程来讲 我们可以知道 刑法是属于一种公法 OK 这个是刑法的部分 好 那我们开始来讲刑法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区分一下 刑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厘清 所谓的刑法指的是犯罪行为 但是我们一般人认为 错误的行为 它有可能只是违法 但也有可能是犯罪 我们要先把违法行为跟犯罪行为 做一个区分 所谓的违法行为是指 违反任何法律的行为都叫违法 但是犯罪行为则是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 才叫犯罪行为 所以不是违法就是犯罪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有人闯了红灯 请问他是不是犯罪呢 这个时候你对一个闯红灯的行为 得一种评价 你给他一个评分评价 他当然是负的 但是这个负的这代表 他有一定程度的可以处罚的特性 叫做可罚性 他的可罚性是建立在罚钱 还是他犯罪要抓去关呢 这个时候我们是把闯红灯这个行为 是把视为是一种可罚性 但是他是用罚钱的方式 用开罚单的方式在处罚 像这个是属于 这个应该是属于违法行为 并不是犯罪行为 但是你在想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如果呢 有一个人 他是在限速60的地方 他开车开到时速200 这个时候他属于违法还是犯罪 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去思考一下 有一些人会认为说 这个还是属于一个简单的超速 所以他应该是个开罚单的那种 那种罚钱的行为 处理就可以了 对不对 事实上 你在限速60的地方 开车开到时速200 这个他不是一个单纯的 违规 他已经使得当下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环境 他开拆超速的这件事情 已经让周围 那个那条路上的不特定的人 已经进入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 所以其实像刚才所讲的 这个在限速60的地方 开车开到时速200 这样子的行为 他就不单单是违法了 他已经是一个公共危险罪的一个犯罪行为了 所以同样是违反交通法规 同样是一个看起来 外观上是违反交通法规的一件 的一个行为 可是实际上 如果他危险程度高 到达一定的限度以上 他有可能已经变成刑法上所规范的犯罪 所以违法跟犯罪我们要确认一下 另外呢 像还有违法行为 我们刚才举的是行政上面的违规 它属于一种违法 但是比如说你借钱不还 这是违反民事上的权利 民事上的法 民事法律 它是违反民事法律 你说法律规定 民法规定 借贷就是要 要借贷之后产生的债务 你必须透过还债 来使你的债务 可以解消掉 但是你借了 钱 你明明就有债务 可是你却不去还钱 这个是违反民法的 可是它不是犯罪行为 懂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建立一个观念 判 刑法所处理的是犯罪行为 而不是违法行为 都要给刑罚 所以即便有一个人 他所作所为是 在法律上是具有 是违法的 或者是在行政法上 他具有可罚性 那也不见得代表 他是一个 那个犯罪行为 是必须要被判刑的 所以这个观念要先理清 以免你未来在 做对所有的行为 在做出评价的时候 都很单纯的认为说 违法就是犯罪 犯罪就要抓去关 这样子的思想 是在在现代比较 复杂的法律系统里面来讲 它是属于一种过度单纯的一个解释的 好 这个是属于 我们先讲观念 我们现在集中火力要来处理犯罪行为的这个部分 好 那什么叫犯罪呢 我们在讲犯罪之前 还是有第二个观念要厘清 就是我们呢 人身上 我们不要说人身上 我们法义的种类 就是法律 法义指的是 法律上所保障的利益 法律上所保障的利益分成以下几种 一种叫国家法义 一种叫社会法义 一种叫个人法义 有三种法义 那刑法所规范的就是 当你侵犯了这三种法义 可能都会有相关的刑责 也就是说你不能去侵犯这些啦 这些都是法律上的利益啦 你侵犯了别人法律上的利益 你就可能要负起这个法律责任了 那这法义分成这三类 我们一一的来解释一下 首先国家法义 国家法义指的是 国家安全 外交关系 行政的执行 司法的公正 这些都是属于国家法义 简单讲 就是这些只要被保护住了 国家安全了 外交关系稳当了 行政上的执行很顺畅 司法的公正也都能够实现 这样子的话 国家就得到利益了 那如果你某些人的一些行为 是使这些事情受到侵害 比如说有一个人 他的行为导致国家不安全 有一个人行为导致我们的外交关系会生变 有一个人的行为 他妨碍了行政的执行 有一个人的行为 他妨碍了司法的公正 这种侵害国家法义的行为 就可能是一个犯罪行为 OK 这个是对国家法义的这个部分 那什么叫社会法义呢 社会法义指的是说 维持社会秩序良好运作 这个是社会的法义 社会的秩序如果良好 社会就得到利益 民众安心生活 这社会就整个社会就得到利益 你会发现这里所谓的社会 指的是一个不特定的人 这里的民众也不是指特定人 都是属于不特定的人 那指的是就是整个社会 好那整个社会得到利益 这个叫社会法义 那如果有人的行为 是破坏了社会秩序 或者是有人的行为 他破坏了民众的安心生活的权利 他只是一种危险性 就是他可能会让人 没办法安心生活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 在捷运里面 大喊大叫 大喊大叫他会侵害到谁呢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侵害的人 你无法匡限出是谁 他就是整个环境都因此而变得 没有秩序 像这种就是属于他破坏的对象 是一个社会秩序 或者是破坏的是 不特定的民众的安心生活 像这样子的一种侵害行为 他就是侵害社会法义 第三个法义叫做个人法义 个人法义指的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个人的像生命啊 身体啊 自由啊 财产等权利 如果有人的生命被侵害 那当然就侵害个人法义 有人的身体健康被侵害 侵害个人法义 有人的自由被侵害 侵害个人法义 有人的财产被侵害 也是侵害个人法义 这些都是侵害个人法义的 OK 所以在刑法的意思来讲 是说 当你侵害了国家法义 侵害了社会法义 侵害了个人法义 如果你的行为有做到 有侵害到这些法义 那你就可能是个犯罪行为 所以我们要先确定一下 法义的种类 是这三类 我们先认识一下这三类法义 这是第二个观念的理清 好 第三个 我们开始讲的是 国家将严重侵害犯罪 将严重侵害法义的行为定义为犯罪 那这些行为太一样都规定 都名列在刑法之中 也就是说 刑法已经详细的规范了各种犯罪的行为 哪些行为是犯罪的 刑法都会详细的规定 而且刑法还会规范 犯罪之后应该受到何种刑法 比如说你有一个犯罪行为之后 那种行为会受到什么刑法 刑法也会详细的规范 所以规定何谓犯罪 还有犯罪之后该怎么罚 这是刑法的功能 刑法用这样子的一个公权力的力量 去保护国家社会跟个人的法义 不受非法侵害 这是我们的一个 第一个主要刑法的意义的这个课程 里面的主要是在观念的厘清 那下一堂课我们会开始讲罪行法定主义